美国总统川普多次在镜头前推广 疟疾用药治疗新冠肺炎 在十八号他更是向记者爆料说 他已经服用奎宁长达一个多星期了 说是要借此预防新冠肺炎 同时还有服用芯片 还说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我会告诉记者 只不过目前根本没有足够证据显示 奎宁可以治疗新冠肺炎 连美国FDA都明文禁止民众自行服用 据传川普是听了一名 颇受争议的医师他做的建议 自行向白宫的衣冠要奎宁来吃 不但是有很多的疾管专家都跳出来打脸 连一项友善川普的福斯新闻主播 也认为自行服用这样的做法 等同于是玩命 新冠疫情把美国搞得人心惶惶 总统川普却再次扮演麦药狼 在场记者傻眼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因为虐急用药奎宁对新冠肺炎的疗效未经证实 川普急着自己当白老鼠 筛检成阴性的川普预防性吃奎宁一连吃了10天 原来是想用奎宁护体 还搭配芯片服用 但明明奎宁已经遭到自家疾管官员打脸 FDA更明文禁止民众自行服用 这次连御用媒体都听不下去 危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 据传川普这次听信一名 剖受争议的衣食建议 自行向白宫的衣冠要奎宁来吃 过去多次在镜头前扮演奎宁推销大使 从阳光疗法 注射消毒剂到奎宁 不具医学专业的川普 拼拼推广可能的新冠克星 想拉抬民众信心 只怕对疫情的控制帮了倒忙 张力德兵议 美国总统川普说 自己一天吃一片奎宁 要预防感染新冠肺炎 而对此国内感染科权威医师表示 奎宁的确有预防的效果 但是吃一天 药效也就只有一天 如果想要长期预防的话 就必须要长期服用 但是要小心了 它的副作用可能不少 除了一般恶心呕吐之外 还会伤害心脏 甚至造成心律不整等问题 再严重一点 还可能让病人休克死亡 而另外它也可能造成视网膜受损 也因为这些副作用 所以目前奎宁已经慢慢退出了 新冠肺炎治疗的使用 医生也要提醒了 奎宁是处方药 必须要在医生的监控之下 才能够服用 民众千万不可以自己尝试 想要预防新冠肺炎 像美国总统川普一样 一天吃一片奎宁 真的有效吗 新冠理论上你也可以吃奎宁 来预防新冠 可是前提是你有吃才有效 你吃一天就有效一天 那你如果一天不吃 效果就没了 目前是让奎宁慢慢退出 这个新冠治疗的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感染科权威 医师松口 理论上是奎宁真的能预防新冠病毒 奎宁是一种抗风湿药物 也被用来预防和治疗 疟疾还有狼藏等 不过除了一般常见的恶心 嘔吐等副作用之外 奎宁还有两大副作用 像是会伤害心脏 造成心理不诊 有些病人会因为心脏突然跳得太快 血液无法供应全身 导致休克死亡 另外奎宁副作用也会造成视网膜受损 出现视力模糊跟视野缺陷等问题 也因为这些副作用 目前奎宁已经渐渐退出新冠肺炎治疗使用 心率不整的人不太适合吃奎宁 因为奎宁的一个最致命的副作用是心率不整 眼睛的话你必须要常常监视 不止有些族群不能吃奎宁其实是处方药 需要透过医师诊断 而且在医生监测身体状况下才能使用 他要钱还得先做心电图等确定心脏没有状况 眼睛更要定期检查 想靠吃奎宁预防新冠肺炎 还是要经过专业医师诊断 千万别随便使用 除了台湾之外 全球疫情还没有退烧 这一战的防疫战让人看不到尽头 台大公卫学者就示警了 台湾虽然成功守住了第一波 但还是有八大隐忧存在 而其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今年冬季 可能会一次面临人流感 禽流感 还有新冠肺炎等病毒的挑战 而另外也有专家认为 台湾在未来一个月之内 还是有三大威胁要面对 包括端午廉价 远洋渔船返国潮 还有如果逐步开放边境的 境外移入威胁 这三个疫情观察点 必须要持续严守 才可以避免遭到反扑 接点凌确者让全台民众 稍稍松一口气 只是台大公卫学者提出市警 现在还不到乐观的时候 在台湾接下来还是有八大隐忧 除了未感染者战的绝大多数 现阶段国内也没有敏感度高的 快筛方法 疫苗研发速度也没这么快 其中最让人担心的就是到冬天 恐怕是另一波决战点 除了难缠的新冠肺炎外 还要同步面临流感 勤流感等三大病毒威胁 以流感来说目前还没有看到明显变异 但只看症状却跟新冠肺炎患者太过类似 就怕难以辨别 至于禽流感 专家评估目前还没有突变成 会引发大流行的病毒 主要还是以亲密接触积压 比较容易得到感染 医师也警告在冬天来之前 未来一个月国内疫情还有三大威胁 紧接而来包括端午连假 还有五月下旬 远洋渔船返国潮 以及如果逐步开放边境的境外移入威胁 为了配合防疫台北车站大厅 从二月份开始禁止旅客席地而坐 而昨天台铁更是对外宣布 为了秩序还有观瞻着想 因此未来有可能把禁令无限期延长 永远不会再开放大厅 让大家席地而坐了 而这样的消息一出 引来国际劳工协会的抗议 甚至打算在23号 要发起座报北车大厅的活动 而对此交通部长林佳龙在脸书发文 指示台铁在疫情稳定之后 再跟指挥中心讨论 在特定节日或假日逐步管理开放 更强调希望及早让一切如常 空空空 左看右看台北车站大厅冷冷清清 为了防疫需求禁止民众席地而坐 与过去热热闹闹的画面呈现超级对比 18号台铁更对外宣布 眼里不再开放大家席地而坐 结果引发正反意见 大家在走动比较流畅 还不错啊 因为至少环境看起来会比较干净 台北车站大厅禁止民众席地而坐 政策客能持续推行 结果却招来劳工团体抗议 国际劳工协会在脸书号召 23号开斋节前 要作报台北车站表达不满 还贴出各国的车站类似的风情 获得学者转贴响应 但网友认为传染风险太高 而且防疫优先 现在不适合群聚 也表示中正纪念堂环境其实更好 这样的行为有如乞丐赶庙宫 一些外国朋友跟我来台湾 也会发现说 这样子好像有点奇怪 这边本来是走路的地方 静坐令越吵越凶 有民政提出大厅的椅子太少 才是根本问题 交通部长林佳龙则回应公共空间 希望提供所有民众共享 更要避免标签化移共族群 已经指示台铁疫情稳定之后 或许特定的节日或假日 逐步开放大厅 政策一系逆转 未来的方向 有没有可能再改变 还要持续观察 记者陈一路虚记中台北报道 国内疫情逐渐稳定 连续36天没有出现过本土病例 口罩国家队仍然是产线全开 单日产能已经突破了2000多万片 业者于是向中央喊话 希望可以尽快开放外销禁令 而对此指挥官陈时中也明确表示 不会脱过六月底 还说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接单了 不过究竟什么时候完全解禁 还没有确切的时间 口罩外销终于不用再等了 阿中部长松口不会拖到六月底 更加码说厂商已经可以开始接单 希望说台湾政府也可以让我们 这个销售到其他国家去 毕竟台湾可以帮助 其实早在阿中部长对外说明前 口罩国家队就已经收到公文 公文里写着会在七月前开放外销 也通知业者现在就可以开始接单 只是确切开放时间迟迟没出炉 业者心里焦急得很 口罩国家队产线全开 单日产能已经突破两千万片 对内供应已经足够 就怕政府解禁太慢 抢不到国际口罩市场 也担心疫情多变 万一政府政策又转弯 现在接单会对客户跳票影响声誉 只希望中央尽早确定时程 让台湾口罩回归市场机制 接着重报导